Hello 螢幕牽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大家好 又是本杰明上线啦 这一集呢 先教大家如何喝这个青签 下一集呢我就会录 为什么青签在我们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 我们的青签呢大家看 就是以这个一小包装每天的剂量来包装的 所以一包喝一天其实就已经很足够 就是我们身体所需要摄取的一个纤维的量了 所以大家把这个包装呢先剪开 如果家里呢有这样子的一个我们叫shaker的话 其实建议说用shaker 如果没有的话也不用剪 就是可以用普通的被子 所以shaker洗干净了之后 把这个青签剪开 倒了一整包哦 一整包倒进去 先把它水倒 倒进去 到差不多 一百毫升吧 半 半罐这样子就够了 半罐这样子就够了 因为青签它本身它跟水接触了之后 它会变得很浓稠 所以建议说水不要太烧也不要太多 太多的话你会喝到很脏 好了之后就摇咯 摇放摇 摇一个什么呢 一分钟时间 30秒才OK 摇放了之后 其实就可以喝了 最重要的我要提醒大家呢 就是说 喝了这个纤维 当天最好建议说 就是可能 早餐或者是午餐之后就可以喝了 OK 喝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喝了 喝了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要多喝水 因为纤维进到我们的肠胃之后 会刺激我们的肠胃蠕动 OK 所以如果你没有多喝水的话 肠胃一直在蠕动的话 其实是说我们建议喝了这个纤维的时候 我们建议大家多喝水 OK 把我们肠胃的一些有机啦 无机的一些物质呢 都一起带到大厂去 那清天的喝起来 会有一个淡淡的蔬菜味 OK 所以 帮助我们第二天 就是上次说 还有柠檬的味道 OK 所以根本 不难喝 所以其实喝纤维呢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食 多时候 其实大家都 只顾着自己吃饱 没有顾及到我们肠胃里面的那些抑菌的感受 抑菌没有 我们每天吃大鱼大肉 是我们自己爽 我们自己饱 为了我们肠胃到里面的 那些抑菌 喷住 这个肠胃在蠕动的同时 这个纤维呢 也是肠胃到里面的 这些抑菌们呢 他们其实是靠这些所谓的纤维 就是我们平时吃的蔬菜 或水果里面的纤维为食 可是呢 现今社会大部分的人都不吃蔬菜嘛 对吧 所以纤维摄取量就非常的低 所以也只有靠这种比较 就是说后来提取出来的一些纤维素来补充 这样我们才能达到比较均衡的一个饮食 OK 所以就是这样把它喝完 那 尽量不要拖太久 因为 你 泡了之后等越久 它的 这个 就会变得很浓稠 OK 因为这个纤维在 跟水结合了 我刚才说啦 它会变得慢慢变得浓稠 OK 所以尽快 就是摻好摇晃了之后 就尽快喝掉了 不要怕喝 之前我试过一次就是 摻了摇晃了之后 放在那边 五分钟还是十分钟 就变得很浓稠 还要加更多水去喝 OK 好啦 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结束啦 下面 待会 会后置一个我们我的链接 什么问题的话可以 PM 大家可以PM我 询问更多详细 OK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